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的狗屎才 快来 小心 都给我把手踢下来 看你们往哪里跑 慧子 你好 到金安寺路一百九十八号 好的 哎呀 这衣服什么味儿啊 臭死了 不是不是 几个意思啊 不是 这 怎么回事啊 你把人衣服往地上扔了 这嫌臭 嫌臭刚才你别穿啊 人家好心救你 还嫌这嫌哪 谁要你救了 不是 我刚才要不穿你那身和服 那俩人早就把你逮着了 你知道吗 不是 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还出来逛街呢 又不是 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想逮你呢 又不是我要出来的 是夹带子非要拉着我出来的 什么夹带子 这米带子的呀 这脚长在你腿上 你要是不想出来人家还能赚你出来 你谁啊 用得着你在这说三道四的吗 我谁啊 我是你大爷 你敢找我便宜 我还是你姑奶奶呢 我 怎么了这是 这狗狗屡都没不吃好人心啊 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 互相埋怨有意思吗 再说了她是个姑娘 你 你毛手毛脚的干吗呀你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还护着呢 我一说句心里话啊 我现在见这丫头我就烦 她就是一祸害 你知道吗 整天跟着瞎掺和 我说慧妈就是被她害的 慧妈怎么了 你想知道事情吗 阿易 咱们该走了 不 慧妈到底怎么了 她到底怎么了 你快点告诉我呀 慧妈没怎么 他们的意思是说 是因为你的任性 慧妈才被抓的 慧妈她 慧妈 我想慧妈了 行了 我知道你难过 等过了这阵子 我帮你打听她的下落 好吗 我们该走了 走 来 二代子 赶紧跟上去 给我弄明白 她是什么身份 住什么地方 这都一夜了 二代子她去哪儿了 队长 林科长让我们来换班 你也去通知他们 留下几个人 其他人全撤 是 她怎么样了 还在屋里犯卷呢 我去看看她 你进去没用 她是说左梁不该推她 左梁 你进去跟她道个歉 哄哄她不就行了 我 我跟她道歉 凭什么呀 我错哪儿了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老跟女孩计较什么呀 你丢不丢人呢 这有什么丢人的呀 这我那是扶持正义 你要说丢人呢 今天我穿她那身和服 在大街上溜达 那才是真丢人 你说你见过这 这满腿长着毛的 日本姑娘吗 你让我穿那身衣服 你怎么不穿呢 这不就让你穿个和服吗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那时候去救她 她还嫌这嫌那的 还嫌我衣服秤 你觉得你很香吗 说句良心话 你身上的味道 跟炸臭豆腐 没什么两样 你就别添乱了 人家左梁是 但是埋怨我呢 姑娘啊 要不这样吧 下回再碰到这种情况 我穿和服 我的腿毛比你少 行的吗 行了 你们别证了 我确实有想不周到的地方 也缺乏应变能力 你们让我回去吧 我总会找到办法 进入吉田办公室的 你接见过那个办公室吗 昨晚我已经翻到了 开铁门的钥匙 可是藏宝贝的地板上 压着一个大保险柜 那个保险柜太沉 我挪不动 嗯 干得不错 那吉田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已经弄清楚了 他是个文物鉴定专家 这就对了 他一定是冲着你手上 那件东西来的 你有听他们说起过什么吗 反正他们挺神秘的 他的那间办公室 根本不让外人进去 那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配一把 能够打开铁门的钥匙 那我能回去了吗 不行 现在很危险 金安寺附近 林梅增加了很多港哨 还有很多便衣 那不让格格回去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 我们最主要的是想办法 把林梅的注意力 从金安寺引开 你是说深东击西 没错 不过我再想想 咱们怎么下手 有了 黄七爷 刚刚过季了一个儿子 叫黄天麦 黄老板 好久不见了 这个人死心塌地的 为日本人卖命 而且还在长帮路 抢占了一处房产 长帮路 长帮路几号 好像是七十一号 反正离金安寺路挺近的 好 那咱们就去长帮路 趁这个机会把它干掉 把林梅的注意力 引到长帮路 为咱们下面的事情 好做铺垫 干嘛干嘛干嘛 你们这说什么呢 你们要去杀人啊 不行不行不行 左梁 你干嘛呀 这脑袋晃得跟波澜谷似的 不是咱们为什么要闹出 那么大的动静来呢 我们是来取宝的 不是来杀人的 黄天麦是汉奸 这也算替老百姓除去遗憾 杀汉奸那是共产党干的事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嗯 陆天红 你不是共产党吗 你觉得我像吗 反正你这人啊 让人琢磨不透 阿燕 跟我出来一趟 你不觉得陆天红有点问题吗 啊 任他这么长时间 种种做法 怎么越来越像共产党了呢 你别胡思乱想了 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生意人 你要说他身上有一种政治感 我倒不否认 可你说他是共产党 我觉得不像 你呀 你就护着他吧你 我劝你一句啊 咱们俩开始离开他吧 别跟着他一块栽进去了 嘀咕什么呢你们俩 我也不瞒你了 我觉得你这人有问题 如果我们要是一直跟你干下去的话 估计连性命都得丢了 所以我们俩准备走了 你找别人伺候你去吧 谁跟你我俩了 要走你走 我可没这打算 不是 我说你这人 怎么那么死心眼的你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怎么听不明白啊 让他灌了迷魂药了 我清醒着呢 那好那好 那你就跟着他一天到晚 杀人去吧 这种事我干不了 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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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去吧 老来这一趟实在够烦人的 谁啊 谁啊 你脸怎么了 这么漂亮的脸蛋 怎么会弄成这样 别碰我 别的男人能碰你 凭什么我不能碰你 老子好来也是个队长 找我什么事 昨天在静安四路 和你聊天的那两个男人 是什么人 谁跟我聊天啊 我亲眼看到的 你还想瞒我补偿 你既然看到了 还问我干什么呀 你说还是不说 你松开 松开我就告诉你了 其中一个 是你们陆副科长的弟弟 叫陆天虹 我警告你啊 以后离这个人远点 我的一个手下叫二赖子的 失踪了跟他有关系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陆家老二 有些隐熟 特别像我以前见过的 一个日本人 所以我让二赖子去跟进他 二赖子 赶紧跟上去 给我弄明白 他是什么身份 住什么地方 结果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那你应该去赌场 或者万花楼找他 不可能 他身上还有任务呢 宝贝啊 那天有靠咱俩单独聚去 有什么事吗 你实话告诉我 灰妈出什么事了 她是不是死了 别瞎想了 我们正在找她呢 她真的没事 打听到她的消息 我们会告诉你 如燕 你在宫里天天有人伺候着 跟着我们在一起 让你受委屈了 也没什么委屈的 就是想赶快把那件东西找到 好完成我阿玛的遗愿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帮你完成 你父亲的医院 把东西完整地保存下来 我相信你 天红哥 每天跟我们在一起 东躲西藏的 也没照顾好你 这哥哥教得我惭愧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 你就是我的哥哥 来 坐 对了 你想好了 跟家带子怎么说了吧 我都想好了 重要的是 赶紧弄到天门的钥匙 钥匙就在齐田身上 但我听说 这两天几天要出一趟门 那我们抓紧时间 搞到橡皮泥让你带进去 你把钥匙印在上面 我们好去配钥匙 急着 万一有危险 千万不能冒险 知道吗 明白 你放心吧 喂 喂 找哪位 特别行动科吗 我找姜一峰 姜一峰 她好像还没来 求您帮我看一看吧 我真的找她有急事 张一峰 有你电话 谁啊 不知道 是个女的 行啊 怎么没女的给我打电话呀 来 喂 你怎么把电话打这儿来了 听我说 刚才朱三来找过我 她现在怀疑陆江二公子 昨天她派手下二赖子跟踪她 结果二赖子失踪了 你的意思是说 她有重大嫌疑 你先别管这些了 我觉得 陆天红是个好人 这会儿说不定朱三已经到你那儿了 你千万要想尽办法阻止她 别让她把实情说出来 不然二公子会有大麻烦的 好 我明白了 好 听说昨天你 听歌去了 嗯 人家请了好几回 不去不合适 还挺有雅性的 昨天少公在家里差点出了事 他这么鬼的人 还能让人给算计咯 他家离静安速度非常近 我觉得这事肯定不平常 我们的对手是越来越嚣张了 你确定是我们对手干的 我不确定 他们在暗处很难查得起 不知道老六和蓝眼醒过来没 我问过 还没醒过来每天靠着氧气 还有药物在这儿冲着 要是他能醒过来就好了 或许我们就有新的线索了 行了 你别想了 这件事把你折腾得够呛 你看看 这两天都憔悴了不少 等那样的破了吧 咱们离开这儿找个地方 享受一下生活 我能完成自己的事业 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你真这么相信日本人 相信他们的大东亚计划吗 明智维新以前 日本也是一个弱后封建的国家 是美国的尖船力炮 轰开了他们的国门 迫使他们走上了脱亚从欧的道路 为此他们的国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我认为他们的理念是先进的 我钦佩日本的崛起 我觉得你是被你那小语老师 彻底给洗脑了 我没你那么高的竞技量 这念头 能好好活着就不容易了 这么时候运气好 娶了心爱的女人 他们两个孩子 我都稍告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一直都对我很好 一直都很喜欢我 可是 可是我真的 浑身上下 没有这样的细胞 我甚至觉得 我都不像一个女人 你觉得我像个女人吗 有时候 你严谨下来的样子 很有女人玩 真的 说实话 不怕 我作为一个女人 太失败了 不怕 有时不怕 你能不会冲壵 你还不怕 我还是在了 你那最近有什么线索啊 你也关心起这事来了 没啥瞎问 还真有一些重大线索 陆家老二 不会吧 你是说 解走新四军那个人 可想陆家的老二 那天只不过是多了一座胡子 这事你可得小心啊 没有百分之一百的证据 那你可要闯大火的 你想想你侄子什么人 那是陆天雄的亲弟弟 不是 可我觉得陆天雄是一个很想原则的人 他不会许自王法 他是什么人 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 你别忘了 我可是他的四季 他有什么心思我还能不知道 他这是在演戏 你不想想 谁会在大厅广众底下偏袒自己的亲人 可是真要出了事 他们可是手足 打断骨头连着筋 到那个时候 他们这暗地里整死你 再说你现在还有把柄落腾手里呢 我有什么把柄 你别忘了 那个老太太是在你的眼皮底下跳楼的 陆天雄那是睁一眼闭一眼 他要真拿这事让你开刀 就死定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可是我派去跟踪陆家老儿的人失踪了 谁啊 二赖子 人不见了 这怎么得了啊 像二赖子这种人 不见个一两天不是个事 说不定上哪儿野去了呢 不是 可是要真回不来呢 你就一口否定见过他 宁可找他们顾不上他 那倒也是 好了 快就给雷克长打个招呼吧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说的话都是为了医合 兄弟这份情无领了 好了 走了 走了 是这里吗 就是这儿 长帮路七十一号 你什么你敢呼呼呼 别别 走 走 走 活了 走 活了 哎 怎么了 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啊 有吗 您身心过敏啊 有吗 您身心过敏啊 可能是错语 你呀 真是被吓怕了 你呀 真是被吓怕了 不是 你慢 慢 慢点 慢点 你干吗 你疯了是不是 哪儿 哪儿玩啊 哪儿玩啊 哪儿玩 你还掐死我啊你呀 不是 你个女孩子家家 怎么那么粗鲁呢 你以为在玩捉迷藏啊 想走就走 想回来就回来 那是为你担心 滚滚滚滚滚 不是 我是人又不是球 走就走呗 还滚 你滚去给我看看 滚不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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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滚 滚滚 别动 瞧你那熊样 什么叫熊样 我是来替你挡子弹的 我今天就让你安燕知道 我索量是不怕死的 跟我走 哎 菜君 有何贵干啊 黄天班在家吗 在 你们是 我们是县兵总部的 过来核对一件事情 是是是 里边请 来 来 菜君你请啊 菜君你请啊 这是什么人啊 先生 太君说什么呢 啊 那个太君说 这个看你人不错 要给你升官 给阳王爷看家户院去啊 不是不是那个 是黄 黄 黄 黄军 黄军 你看在这阴间里边 谁最厉害啊 是不是阳王爷啊 嗯 在阳界里边肯定是 我们黄军最厉害 是不是 那是 就是让你给黄军 看家户院去 明白了吗 哎 那我还是去给黄军 看家好了 嘿嘿嘿 院子里有几个包镖 有三个 除了我 还有两个在下面呢 ここで 待っている 私たちは行こう 你忙吧 我们自己上去就行了 哎哎哎哎 好好请 行行行行 快 你快点 把衣服脱了你 别急啊你 早 schauen się 这么白啊 你 哎呀 别挺了 光挺有什么用啊 你Yeah 姐姐缠买 至要我们跟着麦歌好好混 以后有了这个 咱们也找一大堆女人去 我干 敢明哥们也杀两个 让爷见见咱这胆 这才像句人话 来来来 日本人 各位 你们哪的呀 我们是宪兵总部的 过来核对一件事情 核对事情也不用来家里吧 黄天麦在哪里 我们黄哥里边办大事呢 是是 要不各位改天再来 找死 让开 要不这样 容我进去禀报一下 好吧 不用了 我说太阳 你有什么事 瞎瞧瞧什么呢 耽误爷办事 这就是我们迈哥 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 你就是天麦 是 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 是 别别别 让你 让人 你这怂样 你那看哪儿呢 看这儿 我是看着这儿呢 爷 别别别 别杀我 想要什么给什么 老子要你命给不给 除了命不给 杀都给 怎么杀了他便宜他了 嫁给我 你们在门口我看一下 跟我进来 报告 进来 楚队长 什么情况 科长 金安斯路和夏菲路 我都布置好了暗哨 没发现什么可疑惊话 没发现 我告诉你 你想要多给我留点神 你别忘了 上回就是因为你玩忽职守 灰妈在你眼皮子底下 跳楼死了 这回你要再敢这样 我直接给你送 日本的精明队去 我哪敢哪 科长 对了 从昨天白天到现在 我都没有见到你人影 你去哪儿了 科长 我昨天白天守在金安斯门口 半步也没有离开过 一直在忙活着呢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肯定见过方雪红和两个男人 不 应该说还有一个女人 看见了 怎么了 其中有一个男的 是我们陆副科长的弟弟 怪不得 我说他的感觉怎么跟陆副科长那么像啊 不过我们陆副科长可比他弟弟帅多了 行了行了 别拍马屁了 你认得出来哪个是我兄弟吗 这个 别这个那个人 长点心眼忙活你的气 是 等等 那个二赖子也是从昨天到现在不见人影 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二赖子 我也不知道啊 哦 科长 这家伙不定跑到人家眼去了 你放心吧 完事了他自然就会回来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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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是 这是怎么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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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我 我忠诚地报答你们 不杀你 那你告诉我 你杀的人还少啊 哎呦 爷 我以后不敢了 我敢还不行吗 哎呦 对 你说你想要什么 你想知道什么 我把我 我有的 还有你想知道的 我去去全都告诉你 都给你行不行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听说 听说最近日本人 在寻找一批 国报级的文物 准备偷偷运往日本 派人专门来找我 让我帮忙 打听这批文物的下落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哪敢蒙你啊 爷 都什么时候了 对了 你要不信 那个晓晓大哥 给我写了一封信 就放在那个办公桌上 你自己去看一看 这位爷 你别杀我 你怎么把他打死了啊 听不到谢谢就算了 你还埋怨我 我要不打死他 他不就打死你了 他掌握日本人的秘密 我还没问呢 是关于文物的 我哪能知道啊 你没看见他刀都拔出来了 行了 阿燕呢 在门口等着呢 走吧 天雄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朱队长 不对劲 有点 自从上回惠妈那事以后啊 我估计这小子是给吓着我 胆越来越小 怕被送到贤兵队去 我刚才问他有没有看见雪红和天红的时候 他显得有点紧张 是 会不会这朱三发现什么问题了 我们现在下结论还早了点 再观察观察他吧 等一下 你们是谁啊 你们饶了我吧 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见黄老爷 我 我爸就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出了这个门 我就会走得远远的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你们饶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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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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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七爷 有什么吩咐 就这么一会儿 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天外他被人杀死了 你怎么死了 你怎么死了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喂 你怎么死了 喂 启红啊 差点出大事啊 不过现在 我暂时把朱三吓唬住了 但说不准哪天他缓过劲来 再去找令梅娜可就麻烦了 那怎么办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通知二公子啊 不行 夏菲璐那边 里面设了很多暗哨 你现在去啊 会不会认出来的 先等等吧 等等晚上再说 啊 好吧 许红 你现在怎么样 昨天晚上的事 我别再想了 你应该出来走走啊 我还哪有这份心思 昨天做到这个份上 我连死的心都有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 好吧 你不愿出来 那你好好在家待着 今天哥听别去了啊 晚上我过来陪你 我先挂了 我觉得对不起你 你帮我放弃吧 现在连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 我是个不甘情的女人 这事不怪你 你把我放弃吧 你把我放弃吧 事上这个事都给逼她 好了 听我的 别胡说乱想了 今天晚上 我一定过来看你 啊 齐也 您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睡不着了 齐也 不好了 他 他 他给人搞死了 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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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这是齐也 敢跟我齐也作对 是些什么人 我刚过去的个儿子 就把根给我断了 齐也 我要灭他酒足 齐也 齐也 齐也您消消火 齐也 齐也您消消火 齐也 怎么样哥们啊 我这枪瓦还可以吧 你说哥们练过 这 今天要不是我那一枪啊 你就没命了你知道吗 你这 不是 哎呀你这干嘛呀这是 这 我这吗又功劳又苦劳啊 哎差不多行了 不行 我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他简直翻了天了 你看到刚才那身黑 差点把我们的计划给搅黄了 是 我得让他清醒清醒 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找点橡皮泥 我告诉你啊 在我回来之前 你不如把它放下来 等等 你就穿这身皮去啊 对了 我去换件衣服 还挺结实的啊 我 怎么了 不舒服 不舒服 想让我救你啊 我可不敢 真热 小野先生 林科长 陆福科长 小野老师 今天少龙他只是要 你们啊 今天我请你们来 再观摩一场典礼 一会儿 就会有精彩的表演 来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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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是黄旗也抓捕的 他们都是抗日分子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太军今天开恩 给你们一次机会逃命 待会儿呢 跑得了的就跑 跑不了的 也别管子弹没张眼睛 我们说话算话 好了 大伙开始逃命吧 跑 跑 准备 今天你们就要毕业了 你们要很好的感谢陈教官 准备 林科长 这几个优秀的射手今天就要毕业了 我准备把他派到你们特别行动客 让他们在靖安寺一带潜伏 增强你们的夜间狙击能力 小爷老师 我们正缺乏这样有任性和耐心的狙击手 如果有了他们的协助 我们将会语如虎添翼 多谢 林科长 王亲的妻子黄天麦在长王鹿被杀了 嗯 这个废 连个门你都看不好啊 我好不容易过去赠个儿子 你这是要断我的后啊 姐 姐 你去饶了我 我在门口没有听到动静 没听到 姐 我一直对你中心刚刚的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 姐 我要 姐 姐 我要 姐 你放了我 姐 谁 是你放的 姐 姐 你怎么连问都不问啊 姐 他是日本人 我 我哪敢多问 他说是日本人 你就信了 今天不拔了你的皮 难解我心口阵 你饶命杀人 姐 别动这么大干活嘛 节哀顺变 何爷先生 把您都给惊动了 你得替我做主啊 替我报仇啊 七爷 你这个院子 不错呀 我看你的儿子已经走了 这个院子也就没人住了 我的办公室离你这儿很近 你看 我能不能搬到你这里来住啊 何爷先生 你看 我们家天美他刚 这可是做凶斩呀 这可是做凶斩呀 何爷先生 您不忌讳 不碍事 不碍事 七爷 那我们就说好了 我马上派人来打扫这个院子 这个保镖 是你原来院子里用的保镖吧 我看 他对这个院子也比较熟悉 我想续用他 你还是把他放了吧 这个 好 打扰了 七爷 天兄 看来咱们的监控力度还是不够啊 既然四路的一些人已经调到城邦路了 那若小野狙击手也够留了 哦 对了 最近 天红是不是老让小凤去帮他做事啊 应该是吧 在这个回上还不久 很多地方啊 很多事啊 还不太同行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你也知道 我现在和天红没什么话 我问的是你的妹妹陆小凤 小凤怎么了 那个从小到大的乖孩子 很听话的 我跟他只有短暂的接触 但是我能感觉出 他跟天红是一条心的 我还有一个直觉 他跟医院发生的事 可能有关系 我去六号病房吧 你去别的病房 那好吧 嗯 我去 换药 我去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我送你 不可能 她没那胆量 没有胆量 当时蓝眼说 见到过一个日本女人 而那个日本女人 又去了小凤的换药室打针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你确定那个 到医院看病的日本女人 就是你想抓的人吗 你别袒护你的家人 我不是袒护 如果那个日本女人 就是我们想抓的那个女人 那她胆子也太大了 一个女流之辈 就敢这么大摇大摆地 进出医院 可能吗 曾经在风中护摩霜头 曾经的期盼依然沉破 为了这份爱 让那阳光弱化冰封 那阳光弱化冰封 在风险暄和 炫热的木光 阳光弱化冰封 有变化冰封 泼火冰封 曾经多爱在 梦醒中 一人永动 爱 永远是魅力的风景 让他流淌在心中 炽热的目光 燃烧了多少青春梦 曾经的爱在梦醒中 依然永动 爱永远是美丽的风景 让他流淌在心中